111章 烦心不死 唯一让方正庆幸的是,遇佛后,大家的心态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进了寺庙,有了敬畏之心,倒也没有乱人的东西 寺庙里依然是干净的很 忙活完了,再打满一缸水,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看着落下去的太阳,吃光最后的喇叭粥,总算松了口气 方正满足的来到了佛堂当中,默念了一句 系头,接收功德香 嗡的一声,一道黄光闪阔 佛堂内,蒲团前面多了一个红色的功德香 上面写着功德两个字 功德香看起来是木头制作而成 但是摸起来还有点冰 但是不冷,手感非常好 上面开了一个小口,方便投放香火钱 哎呀,总算是有功德香了 再也不用满屋子乱找钱了 差点忘了正事啊 今天应该有不少香火钱才对呀 方正赶紧在窝子里找 果然,供桌上有一达子钱挺零碎的 有一块的,有五毛的,有十块的,还有几张百元大钞 不过最醒目的还是那一达子钱 方正拿起了钱数了数,足足两千块 里面还有零钱 看样子,对方是将钱包里所有的钱都放这儿了 方正摸了摸头,估摸着能干出这种事的也只有谈明了 果然呐,好人有好报啊 哎,对对,贫僧还算是个好人 阿弥陀佛 方正宣了一句佛号后,走出了佛堂 一挥手,招呼着松鼠独狼 走了,玩去 与此同时,距离一只村不远处的红颜村 村后一座小山 山不高,衣衫傍水,风景秀丽 更有一条油板马路,蜿蜒着直通山顶 山顶上有一座寺庙,名叫红颜寺 怎可能,怎可能 我红颜寺的人竟然被一个小寺庙给抢走了 陈金,我可告诉你 我能不能拿下主持方丈的位置就值这个了 这一事你都给我办砸了 算了,没什么好说的 有劲 一名光头和尚咆哮过后,挂了电话 就在这时,一名中年和尚走了过来 阿弥陀佛 无名师弟,住持叫大家过去呢 是,师兄 贫僧这就过去 雾鸣脸上的不甘之色,立刻消失 一脸和善的道 师兄 你知不知道住持叫我们过去干什么呀 雾鸣在路上问道 雾心叹息道 哎,往年御佛会 红颜寺虽然比不得这些大寺院 却也有千多人来往 今年突然少了许多 香火不如以前 住持肯定是要过问的 雾鸣文言 脸色一沉 这次御佛会是他主动邀请的呀 一手操办的 结果成了这个样子 他只觉得心里咯噔一下 怕是要惨了 川唐过世 来到了一处空旷地 此时此刻已经有着二十几个和尚席地而坐 前方一名身披红色袈裟的老僧坐在前方 双手捏着念珠宛如老僧入定一般 雾鸣和雾心坐好 过了一会儿 老僧才睁开了双眼 这时一名僧人起身道 住持今年的御佛会信众少了许多 香火不如往年旺盛 不知是为何 此时往年是由悟金师兄操办 今年悟能逞能 非要操办 结果就弄成了这个样子 另外一名僧人冷笑道 悟名的脸一沉 沉得都快滴出水来了 不过悟名可不甘心这么被动 于是起身道 住持方丈 这件事怪贫僧 不过也不全怪贫僧 今年那早该散了的一纸庙 不知怎么的 突然就活过来了 一个小和尚继承了一纸禅师的衣钵 经营了一纸庙 那个小和尚是一纸村的人 从小在一纸村长大 今年也举办了御佛会 村里的人都是他的长辈 亲人自然也去捧场 况且还是村子里组织的 我们红颜寺的信众 主要是红颜村 一纸村 还有红鹰村 少了一个村的村民 肯定是要少人的 这不是理由啊 一纸庙是什么情况 我们都清楚 一纸禅师在的时候 还算是个寺庙 现在却也破败了 怎么可能支撑起一场御佛会呢 光腊八粥他们都散不起吧 有人道 雾鸣也是纳闷了 你说那么穷的一个寺庙 怎么就开得起御佛会 当初他包办这件事的时候 也想过一只庙 不过那小寺庙也破败了 穷得一塌糊涂 打死他都不认为 他会在一只庙上出问题 结果还真出问题了 追悔莫及啊 阿弥陀佛 就在这时 老和尚忽然宣了一句佛号 所有人都静了下来 红颜禅师看向雾鸣道 一只庙后继有人了 雾鸣不明被红颜禅师是什么意思 点头道 嗯 是的 是一名叫方正的小和尚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一只禅师佛法精湛 修心不修身 如今后继有人 也算是一大喜事 你们何必一副苦瓜相呢 方正 当年这个小家伙来红颜寺 贫僧爷见过 是一个机灵的小家伙 众人没想到 红颜禅师竟然没有生气 反而笑了 一个个面面相去 难道香火钱少了 还成好事了 就在这时 悟心问道 主持原来和方长 还有一面之缘 倒也是缘分 红颜禅师点头笑道 呵呵 当年贫僧观察方正 此子眼中 桀骜不驯 宛如一个调皮的小猴子 于是对一只禅师说 方正不适合出讲 与佛无缘 结果一只禅师却说 他与佛有缘 如今看来 却是贫僧看走眼了 这小家伙 竟然能称得起一只庙 倒也是难能可贵呀 主持 可是他抢走了我们的信众 香火 悟明道 红颜禅师摇头道 香火是供佛的 在哪里不是供呢 欲佛会是洗涤自身心灵 不是给谁增天脸面 一只村的村民 去一只庙遇佛 还是来咱们红颜寺 遇佛有什么区别吗 悟明 你争强好胜之心太重 日后切记 不要起这种无望之念 说完 红颜禅师起身道 这件事就这样 今日叫大家来 是和大家商量一下年后的那场盛会的 红颜禅师再说什么 悟明已经停不到了 他只感觉脸皮火辣辣的 心中羞愧之余 更是 更多的则是愤怒 他是红颜寺里最早物资辈的弟子 如果做得好 很可能在红颜禅师退下后 接管红颜寺 红颜寺是什么呀 虽然是一个小寺院 但是每年的香火钱 政府的补贴 以及各种的捐款 想一想啊 悟明的眼睛就有些发红 本集播讲完毕 第112章 一碗粥的神迹 可惜这些钱这些年都没剩下 红颜禅师一般只留下维修寺庙的钱 剩下的 不是给村子里修路 就是捐掉了 弄得红颜寺一直没有壮大起来 对此 悟明不是很理解红颜禅师的做法 在他看来 有钱就应该扩建寺庙 甚至是牵址到更高 更大 或者是风景更好的山上去 有了这些钱 他有把握在短短的几年内 将红颜寺经营成大寺院 十年追赏白云寺 悟明根本就不认可红颜禅师的苦修路线 在他看来 一个寺院火和一个邪派火是俩事 他只想名垂千古 做成那如同白云大师一般 被世人认可的大师 红颜禅师认为 佛法到了 自然就到了 但是悟明认为 一切都是钱 只要有钱 寺庙就够大 广告跟上 佛法并不是什么问题 他完全可以自我包装成一个大师 名垂千古 所以悟明虽然表面上 对红颜禅师恭敬 心里却是极大的不满 同时 也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 如今被红颜禅师啊 当着大家的面去批评 心中自然不满了 不过他也不敢对红颜禅师怎样 只是啊 将怒火撒到 让他丢脸的义子庙方正身上 小和尚啊 你等着 迟早我让你好看 悟明心中狠 脸上却一脸的平静 仿佛在静心聆听 丁 任务四发布 小有名气 在本地名气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五十 并且稳定 目标已经完成百分之二十 任务完成 随机奖励 奖品一件 哦 系统啊 之前不是达到小有名气了吗 怎么又来这个任务呢 方正没记错的话 一场输法比赛 已经让他有了点名气才对啊 上次只是临时达到 但是过了这么久了 一纸庙已经被人淡忘 如果你不想办法 百分之二十 你都无法维持 那百分之五十 只是开始 维持才是最困难的 加油吧 我看好你 哎呀 你看好我自己 我自己都不看我 看不好我自己 难道还这儿人比赛呀 算了啊 太麻烦了 爱咋咋地吧 哎 顺其自然 方正摇摇头 懒得想了 方正说完 收拾了一下东西 遛完狗 遛完狼 到寺院里 洗洗睡了 然后有人却睡不着了 那就是沉津 哈哈哈哈 咋这么热呢 哎 我也热呀 不过舒服 精头精神头的好足啊 就是睡不着觉 嗯 热 哎 我腰椎热 哎 我心口热 我肺也热 听到外面的声音 沉津翻来覆去的 睡不着 最后干脆爬起来骂道 大半夜的 你们不睡觉啊 喝两碗辣巴粥 蹭住了 沉津啊 你要是睡不着 就出来唠嗑 在里面蹲着干啥呀 我跟你说 那辣巴粥啊 真香啊 宋二狗的声音传来 别给我扯毒包 一碗辣巴粥而已 能好到哪去啊 沉津叫道 嗨 你还别不信 不信你去问问大家呀 凡是喝过的 就没有说不好喝的 宋二狗叫道 真的呀 陈金 宋二狗没骗你 那味道绝了 我长这么大 也没喝过这么好喝的粥 不对 什么山田海味呀 抵不上这一碗粥啊 又有人叫道 陈金道 扫给我扯离根冷啊 你吃过什么山寒海味呀 河里钓条鱼 都够你过年了 方正那小子 自己吃饭都是问题 还喝辣巴粥别能扯足的老 嘿 你还别不信 不信拉倒 我们吃着爽就行了 你就躺在炕头上 想你的鱼吧 对方教导 说完 对方也不和陈金对寒了 外面是你一言我一语的 讨论着 为什么这么热呢 为什么呢 陈金翻来覆去睡不着 一折腾就折腾到了后半夜 这才稀里糊涂的睡着了 第二天天一亮 哎 老头子 老头子 这是咋回事啊 我咋感觉睡一觉起来 身体这么轻松呢 谭举国的爱人 鲁贤大早上爬起来 站在地上又蹦又跳的叫道 还没起来的谭举国文言 睁开眼睛 扫视了一眼鲁贤 笑道 哎呀 行了 大早上呢 你就别抽阳风了 还身体轻了耶 嘿 谭举国双眼一睁 也觉得不对劲了 往常这个时间 虽然能起来 但是脑子 还是有点糊涂 但是今天 格外的清醒 坐下来 挥了挥胳膊 嗨 轻松 谭举国惊喜的道 哎 哎哎哎 真的呀 哎呀 舒服 哎 这就跟那生锈的零件似的 抹了运滑油 哎 运滑油就是润滑油 舒坦 老头子呀 你说这事是咋事呢 我们也没干啥呀 怎么突然状态就这么好了呢 路贤纳闷了 谭举国眯着眼睛 道 哎 这两天也没干啥特别的呀 都是按部就班的过日子 唯一特别的那就是上山了 喝了一碗腊巴粥 给佛穆了玉 要说问题呀 怕是出在这个上面了 这有可能吗 就是一碗粥 就给佛穆了个玉 就能这样 那往年咱们也没少去红颜寺喝粥 给佛穆玉呀 卢贤道 谭举国摇头道 哎呀 这个就说不清楚了 行了 你身体好了 你做饭 我出去走走 看看大家伙都啥反应 那个啥呀 身体舒服的事情 你别瞎泱泱 别瞎嚷嚷 一切等我的信啊 谭举国赶紧穿上衣服 同时叮嘱鲁贤 鲁贤笑道 嗯 知道了 行了 别唠叨了 一切听你指挥 还不行吗 谭举国呵呵一笑 出门了 另一个房间 哎 哎 老婆 我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谭永忽然拉着他妻子道 咋了 做梦了 又喝拉巴粥了 谭永的老婆翻了个身 不耐烦的问道 谭永道 不是 那个 我的痔疮没了 啥 啥呀 谭永的老婆猛然的清醒过来 最后笑骂道 嘿嘿 你还真糊涂了 说梦话了 话音踩落 谭永的老婆的脸色就皱变道 我的好像也没了 杨平家 老婆 我的脚气好像好了 怎么可能呢 咦 咦 真的呀 类似的事情在许多人家里都发生了 这一下子大家都睡不着觉了 纷纷爬起来 外面的公鸡还没叫 反倒是被村民们搅和醒了 一个个不满的扯着嗓子 咯咯咯的乱叫 跟那狗叫似的 狗一叫 吓得孩子跟着哭 一时间呢 小小的村子里再次闹腾了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第113章 肠子都毁清了 这帮混蛋到底发什么疯啊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陈金掀开了被子 猛的坐了起来 双眼通红的叫道 好不容易睡着了 本打算睡一个回龙觉 结果鸡飞狗跳 孩子哭 大人笑的呀 这一觉啊 还怎么睡呀 陈金一摸身边 空了 一看老婆早已不在了 依稀听到外面 他老婆和别人说话的声音 这一大早上的 他跟谁出去凑热闹呢 陈金不满的嘀咕着 陈金听着外面兴奋的叫声 也耐不住心中的好奇 穿鞋下地 出去看情况 东北农村的院子里很宽敞 墙一般都不高 也就一米多点 所以陈金站在院子里 就能看到外面路上的情况 只见一群人 一个个笑容满面 跟中了彩票大奖似的 陈金啊 你昨天咋没上山呢 你没上山 那可吃大亏了 一名女子大笑道 我没笑出来啊 不就少撕点腊八粥吗 就算好撕的又能咋的 香香嘴巴 凑凑屁股 有啥了不起的 陈金说话的时候 已经有点酸了 一个人说山上的腊八粥好喝 两个人也说 他心中已经不那么坚定了 但是当所有人都说 腊八粥好喝的时候 他已经彻底的信了 只是死鸭子嘴硬而已 摸不开面子承认 哎呀 还真不是香香嘴那么回事 还是臭臭屁那么简单 我告诉你 我的老韩腿都好了 哈哈哈哈 哎呀 就是这么逮劲 那女子兴奋的踢着腿 叫道 扯淡 喝个粥还能致病呢 陈金根本就不信 出了院子 就看到谭勇等人也都凑了过来 一见面 谭勇就问 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觉特别的呀 有啊 我的老韩腿好了 那 我的监督员也好了 也不疼了 哎呀 我肺感觉酥脏了 也不咳住了 哈哈哈哈 哎呀 腰不疼 水不酸了 帮我的外孙儿都有劲呢 一名满头白发的老婆婆 哈哈大笑道 众人也是跟着笑 这时候 宋二狗也来了 大老远的就叫道 嗨 还以为只有我得了好处呢 原来大家都有好处啊 真神奇呀 这喇叭招喝的好啊 哈哈哈哈 哎 他他他有 你呢 你咋样啊 谭勇老脸一红 道 那个也有好处 但是你们就别问了 哎 不会那个啥毛病吧 宋二狗用一副 大家都懂的眼神 看着谭勇 谭勇顿时火了 啥啥啥呀 我我治疮好了 行了吧 真是的 十人九治 别告诉我 你们没感觉 哈哈哈哈 还真是啊 我的也好了 宋二狗黑黑笑道 其他人也是跟着笑了 显然大家都被治好了 看到这一幕 趁今忽然发现 他似乎真的错过了什么 就在这时 谭举国和王又贵来了 陈金立刻叫道 村长啊 苏家 你们可算来了 这些家伙啊 大早上呢 就在这就在这恶心我呀 还还说什么喝粥自病 一个饿的 摆明了就是丧烈好的来忽悠我吗 这事 您得给我评评理呀 王又贵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哎呀 陈金啊 这事啊 还真不好说 也许是腊八舟的效果 也许不是 不管怎么样啊 大家身上许多顽疾 许多顽疾 确实都好了 有病治病 没病的健身 你看看你谭叔 走路啊 那都比我快多了 谭举国笑道 哈哈哈哈 陈金啊 早就跟你说了 跟我们上山 你不听 哎呀 你错过了 陈金不信别人的话 但是谭举国的话 他信 谭举国这一辈子 就没撒过谎 想到此 陈金傻眼了 一碗腊八舟 竟然还有如此的效果 这可能吗 没等陈金反应过来 陈金的老婆苏洪急了 啪的一下子 就给陈金脑门子上 一巴掌 道 你呀你呀 鬼迷心窍 我让你上山 你不去 我上山 你也不让 你说说你 不说你了 说完 苏洪就走了 陈金赶紧问道 哎哎哎 你干嘛去啊 哼 我上山 我看看方正 还有没有腊八舟了 不行 我必须得喝一口 否则我不甘心哪 苏洪说着话 已经加快了脚步了 陈金见词 气得大叫道 你 你给我回来 去怎么去啊 昨天不去 今天咋还有脸去的 陈金啊 你就是死要面子 活受罪 不过今天上山 真的就没戏了 方正说了 腊八舟只放一天 第二天一律不提供 那小子 佛法没学多少 但是一直禅师那倔脾气 和学了八成啊 说不给就不给 规矩就是规矩 你们上去也没用 王又贵道 陈金苦笑道 是 是 我知道 不过 我总得让苏洪回来吧 说完 陈金就追了上去 而此时此刻 方正将寺院打扫干净 然后在山头上转悠着 他也该考虑一下寺院规划的问题了 一只山 虽然陡峭 但是山顶空间不小 具体多大 方正也没个数 不过这里真的很大 一只山前半截 都是平坦的平地 这里只有草地 小树 还有寺院 再往后 那就是一个如同人指甲般凹起的山峰 那里树高林密 松树一根根笔直 宛若一把把长枪 如今落了雪 雪白一片 但是树林中却是一片乌黑 那里方正除了能捡柴鹤呀 平时是不去的 看着这片空间 方正摸着下巴头 嗯 也不知道白云寺有多大 我这山顶上建造一座大寺院应该不成问题吧 嗯 就差钱了 嗯 就差钱了 只要钱够 吃得了辛苦 一切都不是问题 我身上的钱虽然不少 但也不够花呀 方正摇了摇头 带着独栏和松鼠绕了一圈 回到了寺院 结果门口就看到有人在那等着 走进去一看 方正笑了 阿弥陀佛 两位施主 你们坐在门口干什么 烧香去佛堂就行了 方正 你可回来了 沈子问你 你还有粥吗 苏洪一看到方正立刻来了精神 不管陈金怎样的拉扯 连忙的问道 方正愕然 看看苏洪 再看看一脸通红 低着头 不吭声的神经 苦笑道 两位施主 贫僧的腊八粥 昨天已经发完了 一点都没有了吗 苏洪不死心 方正心头苦笑 有 他倒是想有啊 问题是系统一厘米都没给他剩下呀 于是方正道 真没有了 两位想喝的话 只能赶明年了 两位昨日 为什么没有来呢 苏洪正要说什么 沉浸呼的一声起身 一把拉住了苏洪道 哎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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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人家不给啊 你别死急赖脸的 要什么要啊 走 丢人呐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 作者 一梦黄梁 播讲 幻英空 第114章 一个人的小娘 沉浸 沉浸 硬拉着苏洪往外走 苏洪无奈的笑了笑 对方正道 那行 那明年婶子再来啊 到时候 你给我留一碗 方正双手 核实道 阿弥陀佛 施主 放心 沉浸 拉着苏洪 走远了 方正却是一脸的莫名其妙 他招谁惹谁了 怎么感觉沉浸 看他的眼神 跟有仇似的呢 不过方正也懒得管这些了 直接准备 做晚饭去了 至于沉浸和苏洪 方正从小就接触的不多 只知道沉浸点子多 整天往外跑 苏洪也经常跟着出去 最近才在村子里落下 所以 对于两个人 没吃上辣蛙粥的事情 方正一点也不内疚 况且 内疚也没有用啊 他真的是没有了 到村子里 沉浸发现 走到哪都能听到 大家讨论辣巴粥的事情 大人 小孩 都是一脸兴奋的表情 然而他的心情 却无比的糟糕 嫉妒 还羡慕 融合在一起 化为了恨 该死的方正啊 这也太欺负人了 抢 抢走我的人 还让我丢人 陈金心中愤愤 到了屋子里 干脆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来一个眼不见为净 入夜 天空阴了下来 又是一场大雪 这一场大雪 连续下了一周 积雪足足达到了一米深 算是几十年来 很少见的大雪了 方正这几天 不用扫灰尘了 不过他更苦逼了 东北的冬天很干净 没有飞灰 也没有落叶 更没有鸟雀 粪便啥的 唯一要处理的 那就是雪 扫不完的雪呀 那雪那何止是多呀 那老鼻子了 天空下雪 风吹带雪 寺院里有墙 挡住了雪的去路 很容易堆积起来 若是不及时处理 你再想处理 那就难了 为了解决积雪 方正什么法子都用上了 是扫把扫 铁锹铲 和独狼推着木板 往外推雪 总之 每隔一两小时 就要出来清理一遍 就算是小松鼠 也没闲着 房顶上的积雪 他偶尔也帮忙弄两下 就比如独狼路过的时候 扒了一下 那一团积雪 砸一下某狼 因为大雪的缘故 这些天并没有人上山烧香 一晃 又是过了几天 方正站在山顶 望着远处大风呼啸 隐约可见的山群 还有啊 单手背于身后 一脸悲天悯人 又宛弱 误到太虚意般的深情 咔嚓一声 方正刚刚的表情全无 赶紧把手机拿来 咔了咔 笑道 嘿嘿嘿 哎呀 这一张不错呀 挺帅的 没错 这货呀 并不是在这里赶天赶地 它是在自拍 自拍的照片 方正就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去 自从上次方云镜管他要照片后 他已经开始喜欢上这种没事拍两张帅照的习惯了 就在方正准备回寺院的时候 山下忽然传来了一阵爆竹声 接着二踢脚不断 蹭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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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正往山下望去 这里啊 刚好可以看到一指村 今天没下雪 就是风大了点 倒也能看个大概 只见山下 随着鞭炮声响起 开始有人走动 催烟生腾 给冷清的大山带来了一些人气和暖意 不过抬头看 看自家冷清的寺院 鲜明的对比下 方正无奈的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啥也没说 拿起了手机 解锁 结果开机画面换了 大红色 扶娃拎着鞭炮 笑面如花 上面写了一行大字 小娘到了 过年还会远吗 方正愕然 小娘了呀 难怪家家放鞭炮呢 放的这么勤快 过年了呀 这是过年了 东北的农村 到了小年 吃饭前都要放两个二踢脚炮上 一来是喜庆 二来是送神 送造神上天庭 同时是为了来年做准备 不同的地方说法也是不一样 总之 在方正看来 热闹 喜庆就足够了 回去的路上 方正的心情不大好 脑子里总会不自觉的 想起去年过年的场景 那时候 一纸禅食还在 虽然只是多了一个人 但是寺庙也不大 不算冷清 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顿时感觉 气温降了很多 风也大了 天也冷了 到了寺院门口 就看到独廊满地乱拱 愣是在门口拱出了一个雪堆 松鼠从雪堆上一滚而下 玩得不亦乐乎 看着这两个火宝啊 方正孤冷的心终于融化了不少 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心道 我也不算太孤独啊 今年至少 还有两个小家伙跟我过年呢 按照人头算 今年我还多了一个人呢 方正自我安慰着 团了一个雪球 冲过去 啪的一声 拍在了毒囊的脑门子上 顺手将松鼠塞进了雪堆里 然后毒狼 嗷嗷的就来叫沙来了 将方正给扑倒在地 松鼠也没闲着啊 松鼠骑在了方正的头上 抓了一把雪 塞进了方正的衣领里 冷得方正唠唠直叫啊 叫成了一团 一阵笑声中 方正心中 抑郁之气全部消散 小年在华夏有着不同的意义 至少要做的事情不少 写对联 贴符字 这一天开始啊 一直到八月十五 都是年味十足的日子 山上山下都充满了喜庆之气 方正再次接到了系统的大礼包 叮 苏主 新年即将到来 系统将送你一些新年装饰品 是否接收 过年还有礼物啊 这个好 佛家还能过小年呢 方正立刻点击查收 同时好奇的问道 过大年 但是佛家也要入乡随俗 与时俱进吗 系统理所当然的道 方正呵呵一笑 他越发看不懂这个系统了 眼前黄光一闪 面前多了一些东西 笔墨都有 还有几张对联 那个大红子啊 除了这些 什么都没有了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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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能再扣门点吗 方正有些无语的问道 毛笔和墨水 都是借你的 用完之后 记得还哦 系统淡淡的道 方正在这一瞬间 只想骂娘 这也太抠了吧 世界上还有比系统 更抠门的系统吗 好在 吴长喜给他的毛笔还有 墨还有一块 可惜啊 红纸没有 所以他注定要省着用了 虽然是借的 不管怎么说呀 也算是礼物了 有总比没有墙吧 大过年了 收到礼物了 方正还是有点开心的 收到了礼物 方正的心也活落了起来 也有了过年的盼头 于是琢磨着 如何将这个年给过好了 首先是写对联 方正丧网啊 搜了半天 扫了一对不错的对联 然后大笔一会 龙佛文书上手 写了下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收听老那要还俗 作者 一梦黄梁 播讲 幻影空 第115章 冰灯 来到了大门口 用了一些米粒 按成一团 当做浆糊 揉成了一团 交给松鼠 松鼠抱着 骑在独廊的头上 方正拿着村联 是春联 在大门口 笔划好问 高度如何 歪不歪 松鼠看准了 叫道 我左点 右脚上去点 好了 就这样 方正拿过了米团 将对联贴在了门上 上联是 善意实为禅士 下联是 慈心 亦是道场 横批 不是和尚 对联是别人的 横批 却是他自己的 山上的日子 清苦 寂寞 他还年轻 心根本就静不下来 他也向往着 山下的生活 奔跑于凡间的 自由自在 而不是 做一个守着寺庙的和尚 所以 最后的横批 他自己添的 算是对自己的自嘲 看着这一副对联 方正终于感受到了年味 呵呵笑道 还挺好看的 就在这时 松鼠叫了起来 方正愕然道 咋的 你也要写春联 你家在哪 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给你贴春联啊 松鼠 就是指指 啥 你要搬过来 窝你都选好了 啥啊 你要住在菩提树上 嗯 那上面可没有树洞 给你住吧 为啥我给你做房子呀 凭啥呀 方正不爽那叫道 不过方正还是拿出了一个 长条花盆 帮在了菩提树的树枝上 没办法 方正没有锤子 钉子 木头盘 没办法给松鼠 做一个漂亮的小窝 不过 这家伙既然是住树洞的 那么用罐子代替 应该也没问题 只是 为啥这小东西看到新家后 就对他吹胡子瞪眼睛的呀 看他都不用正眼看了呢 方正一拍光头 猛人的想起来 啊 拿错了 这不是花盆 这是当年他的尿壶 年头久了 差点忘记了 挑东西的时候 看他眼熟就下手了 不过这话 方正绝对不会说出来 否则这松鼠肯定要在他光头上挠出几个爪印来 不过方正还是给松鼠换了一个更大更大的漂亮的花盆 小家伙这才满意的钻来进去 然后在方正的肩膀上上蹿下跳 要不是方正脑袋太光滑 估计已经跳到头上去了 方正第一次感觉自己的光头还是有优势的 房子弄好了 那就写春帘吧 撕下了两个手拇指大那么宽的一个小红条 方正拿着毛笔 在那狭小的字条上 清晰的写出了一行字 依然是龙佛文 文字大气 禅意十足 上连是 人喜盛世 下连 鼠照封年 横批 家有松鼠 小家伙看不懂 但是依然十分高兴 独狼见此 不乐意了 马上也要对联 独狼来得早 方正用废弃的木头给他搭了一个狗窝 给他搭了一个狼窝 所以也不用费劲再给他弄狗窝了 别纠结狗不狗了 就是狼还是狗无所谓 那就写春帘吧 结果方正一搜顿时为难了 网络上都是提到狼的 那都是骂狼的 就没好话 这怎么办呢 方正瞥了一眼呆忙的独狼 黑黑笑道 嘿嘿嘿 这字你认识不 独狼摇头 方正打了个响指 这就好办了 大笔一挥 上连 花灯 悬佛门 下连 御拳 手中停 横批 有狗无贼 全都贴上了 最后的红纸也没了 几乎是同时 他手中的毛笔和木 化作了一道金光 消失了 方正两眼一番 心道啊 你也太糟急了吧 你怎么弄抠门呢 骂了两句 心情无比的舒坦 不过过年光有对联还不够 还得有彩灯才行 可是 他去哪里弄彩灯呢 方正灵机一动 想到了当年老和尚的冰灯 于是跑到了后院 拿出了大铁桶 装了满满的凉桶水 水杯也装满了水 放在院子里 几个小时后 水桶里的水结冰了 方正敲了敲 挺结实的 可以用了 方正又将大桶 抬进了厨房 放在了火边 大桶转着圈 烤着 很快 冰和桶 连接处开化 松动 方正再次将桶拎了出去 将桶边上面的冰啊 凿出了一个窟窿 将里面还没有结冰的水倒掉 然后 再将大桶反扣在地面上 轻轻往上一提 大铁桶提了起来 大铁桶提了起来 一个水桶形状的冰灯出现了 无根净水 干净无比 结冰后 也是一点杂质都没有 宛若水晶一般 漂亮极了 只是没有棱角 若是打磨成钻石的形状 方正估摸着 也不比钻石差吧 方正在冰灯上面 再开了一个口子 用来通风 然后 喜滋滋的将冰灯抬了出去 放在了自家的墙头上 再选了一个蜡烛 点上 放进了冰灯内 由于上面有通风口 所以不用担心 没有氧气而熄灭 同时冰灯的四周 都有冰保护 也不用担心 风将蜡烛给吹灭了 蜡烛的火光虽然不漂亮 但是被这圆形的水桶 冰晶映射出去后 同样显得绚丽无比 偶尔有微风进去 吹得火光闪烁 抖动 外面的光 跟着闪烁抖动 宛如霓虹 好看极了 果然 看到这个冰灯后 小松鼠和毒狼 又暗暗不住了 又蹦又跳 也想要一个属于 他们自己的冰灯 方正笑骂道 你们这两个小家伙 想要冰灯啊 行 自己打水去 毒狼和松鼠 立刻跑去打水 没多久 松鼠的小窝前面 多了一个小水杯 做的冰灯 毒狼门口 则有一个大大的冰灯 不过这两个冰灯里 没有放蜡烛 没办法 方正也没有几个蜡烛 不可能全浪费了 都给用了 那是浪费可耻啊 纵然如此 一狼一松鼠也是高兴坏了 方正也是玩心大起 决定依法炮制 多做一些冰灯放在山上 反正闲的也是闲着吗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听着声音 人还不少 方正一甩袖子 出去查看情况 只见王又贵 谭举国杨平杨华 宋二狗一群人 有男有女 肩扛手提的上山来了 方正有点懵 这啥情况啊 时间倒转到早上 你们这干啥呀 你们要干啥去啊 宋二狗放下扫把 擦了擦额头的汗 看着村子里摆放的长条桌子 纳闷的走过去问道 大叔你好 是这样的 政府鼓励文化下乡 我们这不是小年了吗 大家都想贴对联 往年大年都是去城里买县城的 少了许多文化气氛 我们是县书法协会的义工 来这里帮大家县城写村联 算是文化下乡 送祝福来的 一名小年轻 五了五眼睛 笑道 本集播讲完毕 第116章 求自大军 宋二狗看了看这小年轻的 再看看另一边几个忙碌的年轻人 摇头道 是好事 不过我们村上可能用不上了 你们加油 我去扫街了 说完宋二狗就要走 年轻人不明白了 连忙问道 哎老相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用不到呢 难道大家都买好春联了 放心 我们这是免费的 不要钱 宋二狗看看年轻人道 小伙子 你没看之前的新闻吧 我们这里有大书法家 有书法大师 大家约好了 今天上山写春联 所以啊你们今天白来了 要我说还是去吧 好意我心领了 书法大师 这里吗 年轻人一愣 身后另一名年轻人文言 笑了凑了上来 老夏 哎 我们是刚放假的学生 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宋二狗道 哦 那就难怪了 你们不知道也正常 那个啥 你们书法协会的人 之前来过这里比赛 结果 输了 真的 两位年轻人倒是没有生气 反而好奇的问道 当然是真的了 不信拉倒啊 看你们是新面孔 肯定是被人坑了 你们县里那些书法家 还真没脸赶来我们村 宋二狗说到这里 仰起头 仿佛赢比赛的 那就是他似的 年轻人文言 一个个嘖嘖称奇 难道真有高人隐于村中 正当他们怀疑呢 一辆车停了下来 随后一名老人走了下来 宋二狗看了一眼 撇撇嘴 直接走了 来的人正是 宋五县书法协会的会长 孙冠英 身后跟着一名少女 没清目秀 也是熟人 欧阳华斋的女儿 欧阳风华 看到孙冠英 年轻人们立刻跑了过去 将宋二狗说的话 又说了一遍 其中一名满脸青春痘的学生笑道 孙老啊 这村子里真有大师吗 这穷乡僻壤的 真能留得住大师 孙冠英文言 眼珠子一瞪 训斥道 你们这种话呀 以后不要再说了 大师喜欢住在这里 你管得着吗 孙老 这里真有大师 青春豆腐男生是惊讶的问道 有吧 哎呀 还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师呢 好了 既然村民有安排了 把东西都收了吧 你们要是有事 那就先去忙吧 若是想去别的村看看 那就去别的村转转 孙冠英道 众人文言 顿时欢呼一声 义工虽然好 但是这大冬天的 谁愿意挨着冷冻啊 赶紧收拾东西 不过也有精明的人 凑了上来问 孙老 那您呢 我们当然是去看字了 看大师写字 你们是不知道啊 那大师写的字啊 嗯 怎么说呢 一定要形容的话 那就是震撼 看一次肯定是看不够的 欧阳风华教导 众人更加懵了 欧阳风华是谁呀 书法大家 欧阳华斋的女儿 连他都如此称赞的大师啊 那字得多好啊 于是一个个的好奇心 都被调动了起来 就在这时 一阵汽车声传来 确实足足一个车队 大车小车 不下几十人 这些人一下车 义工们顿时就懵了 宋武县有名没名的书法家全来了 这是闹哪样啊 组团踢场子 还是组团观光来了 孙冠英也是一愣 道 你们怎么都来了 哎 别告诉我 上次的事 你们还不服输 要是这样 都他娘的给我滚回去啊 谁也不许 去讨饶大师 哎呦 哎 孙老 您老可别这么说呀 上次是我们经底之蛙 把人看扁了 这次我们来 是真心求自的 一名 国字脸的男子 上前苦笑道 你也是来求自的 欧阳风华一愣 下意识地叫出口 呃 难道你也是 众人恶然 欧阳风华家里有书法大甲 还来求自 见欧阳风华点头 顿时啊 众人是哑瞻 刘青云是松武县书法协会的成员 不过常年在外地 今年来过年 被朋友拉上来求自 一开始是一肚子疑惑和不解 至于跑上山来求自吗 难不成一个小和尚 还能写出颜真卿的墨宝来 总觉得小题大做 炒作的嫌疑太大了 虽然看到欧阳风华 也看到了孙冠英 不过刘淑青始终认为 这是一场有计划的炒作 利用这些东西炒作出一个大师出来 给松武县提升名气而已 毕竟这种手段他见过不止一次了 所以对于上山求自 刘淑青是一百二十个不以为然 只当凑个热闹散散心好了 好吧 如果是这样 那大家就一起吧 记住了 上了山 千万不要像上次那样乱来了 收点规矩 跟着村民们一起上山 也凑凑热闹 孙冠英道 大家纷纷响应 孙冠英找到王又贵的时候 王又贵还以为又来踢馆来呢 听到孙冠英的话 这才放下心来 于是组织大家和村民一起上山 阿弥陀佛 诸位师主 你们这是 方正愕然的看着眼前这一幕 赢了上去 方正是先赢了书法家 又是腊八周 寺庙的菩萨也显灵 在村子里的微信 也逐渐的建立了起来 另外 谭举国和王又贵 也没少跟大家做思想工作 如今 大家也算是正式承认 方正住持方丈的身份了 方正在叫大家施主 大家也就习惯了 王又贵笑道 方 王又贵又卡壳了 怎么称呼方正呢 王又贵也是头疼 叫方丈和住持 本来就没什么 不过大家骨子里认为 这应该是叫老和尚的 一个小和尚这么叫别扭啊 叫方正名字 这是法号 喊也没什么 问题是 大家又觉得 这么喊 对方正是不尊重的 尤其在外人在的时候 很不好 思来想去 王又贵来了一句 方正大师 那个 阿弥陀佛 师主 你可就别叫贫僧大师了 贫僧受不起 方正这话是真话 外人瞎喊 他也就含糊硬了 但是大师这两个字 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的 当年医治禅师 就说过 大师太沉重 没有那修行 没人敢受 以前方正还不觉得什么 但是最近看了一些关于佛门礼法的一些东西后 颇为感悟 哪敢再随便让人喊自己大师啊 王又贵苦逼了 啊 这也不好 那也不好 这咋称呼啊 方正道 师主可以称呼贫僧 方正法师 以法为师 而非以贫僧为师 本集播讲完毕 第117章 写上隐了 王又贵愣了一下 笑道 哈 这样也好 方正法师 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 是这样的 眼看过年了 小年嘛 大家都要贴对联 往年都是大家出去买 如今咱们村子 出了法家 大家自然不想出去买了 就想让你给大家写一副对联 你看 王又贵摊摊手 意思是 就这么事 你看 你看得万吧 方正能说啥呀 都是乡里乡亲的 不可能拒绝呀 更何况之前王又贵也说过这事 这一次也不算是突然吸机呀 所以方正就欣然同意了 看到方正同意了 村民们顿时高兴了起来 还真怕方正又出什么古怪的规矩 将他们给拒之门外 村民们开心 孙冠英 欧阳风华等人也算看到了希望 带着书法协会的人上前来建立 方正还记得孙冠英 一看到孙冠英 吓了一跳 赶紧道 阿弥陀佛 师主 若是还要笔是法 那就请回吧 贫僧日后再也不会与人比了 方正大师啊 你误会了 这次我来 不是跟你笔法的 我也是来求自的 还笔法呢 看过方正的龙佛文书后 孙冠英哪来的底细和方正比法呀 除非脑子是让让驴给抄了 方正愕然 村民们求自他能理解 这些书法家来求自完全不理解 不就一副春联吗 自己写不就行了 方正没说话 孙冠英等人心都是七上八下的 难道这事要泡汤 一个个坠坠不安的看着方正 欧阳风华凑了过去 小心翼翼的道 法师 您不会还生我们的气吧 那个 要不我给您道个歉 对对对对 我们给您道歉了 上次是我们乱来 坏了规矩 立刻有人应声 方正赶紧摇头 阿弥陀佛 诸位师主误会了 只是贫僧没想到 诸位会来求自而已 罢了 既然来了 那就一起写吧 方正寻思着 村民是写 这些人也是写 无所谓了 今年过小年 大家都图个乐呵就好了 众人文言 顿时大喜 方正不知道 他的字有多金贵啊 但是他们可知道啊 如此好字 别说是一字千金 一字一千块钱 那还是有的 去摆在自家的屋子里 凭空添了几分香气 若是哪天方正的字火了 那就更值钱了 重点是 这么好的字 舒服 若是能悟出一二来 更是受益肥浅 刘青原本走在最后面 一纸山的风景不错 拍了一些照片 句话出来 再附诗一首 也是一次不错的体验 至于前面的人在聊什么 他根本就不在意 方正的出现 刘青也是只扫了一眼 然后摇了摇头 更加不以为然了 哎呀 如此年轻的小和尚 你能写出什么字啊 就算是从娘胎里开始练字 也不过十几年的火候吧 难道还能比孙老写得好 哎 真不知道这和尚有什么背景 要大家这么吹捧和炒作 刘青心中嘀咕着 绕过众人 不管大家说什么 他只管自己看自己的 来到寺院门口 拿起了手机 正要拍照 却突然愣在了原地 放下手机 刘青仿佛见了鬼一般的看着门口的一幅春联 只是一眼望去 刘青仿佛看到了有佛陀驾驭神龙 留下了一道道印记一般 硬朗 大气磅礴的字 看得人热血沸腾的同时 却又感受到一股浩然正气 从天而降 洗涤全身 心中的烦闷 一扫而空 心静祥和 这这这 这是什么字啊 刘青不敢置信的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刘叔叔 这是大师的字 怎么样 是不是很震撼呢 欧阳风华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到了刘青的边上 看着刘青如此表情 十分满足的笑道 刘青连连点头 嗯 果然是震撼 难怪你们这么捧的 这字真的好 刘叔叔 你想多了 我们可不是捧大师 而是大师真有这个实力 只不过他为人谦逊而已 勾扬风华看着方正的背影 眼中竟是迷茫和崇拜之色 出身书香门第 他从小就在那个环境的熏陶之下 对于法的热爱 是常人不可能比拟 从小他就在班级里 学校里那是书法第一人 各种奖状拿到手软 各种光环加持在身上 仿佛法界未来的明星 他也是这么一直要求自己的 一定要成为国家级大师 光环之下的他 对于同龄人的法 向来是挑剔的 不认为有人可以挑战他 但是进到方正的字后 他忽然发现 他的字就是一个笑话 同样的年龄 为什么他会有如此的成就 明明是个小和尚 为什么笑起来 会是那么阳光灿烂 一举一动都让人舒服 按理说碰到处处压他一头的人 他应该敌视才对 但是面对方正 他竟然有种崇拜 让他自己都惊讶不已 他本以为 这只是出现在他父亲身上才对 哎呀 的确是奇才呀 不过没见过他亲手写字 我还是不甘心 走去看看 刘青彻底的好奇了 这小和尚真的能写出这样的字 而此时此刻 大家帮忙之下 桌子摆好 铺上写春联的红纸 孙冠英亲自给方正磨磨 王又贵则拿了一本小册子 放在了方正的面前 大家要什么字啊 要什么春联都写在上面 你就看着写 至于是谁家的 谁自己来领就行了 方正点头 大笔一挥 笔走龙蛇 优美大戏的文字 月染纸上 仿佛是活过了一般 一撇一纳尖 仿佛有雷鸣龙笑一般 不过这只是一种错觉 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效果加成 刘青只看了几个字 就彻底的服了 直勾勾的看着 再也不敢走神 如此好字 少看一眼 都是莫大的损失 方正不写就算了 这一写 竟然有种收不了手的感觉 就收不住啊 自从学会了龙佛文书 一直也没有足够的笔墨指研来写 今日好不容易笔墨指研管够 彻底的放开了手脚 再加上 今天是小娘 山上热闹 心情舒畅 自然更加开心 大笔一挥 越写越快 字也是越来越好看 越来越大气磅礴 而方正整个人 也散发着龙佛之相 庄严肃目中 有慈悲天下 任何人看一眼 都会被方正的气机感染 不敢有乱七八糟的心思 升起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收听 老那要还俗 作者 一梦黄梁 播讲 幻影空 第118章 过年了 虽然上山是三百多人 但是许多人家都是一家人来的 所谓的真正要写的 那也就是一百多份 方正写 王又贵翻 不过很快 王又贵发现 他竟然跟不上方正的速度了 欧阳风华赶紧帮忙 一人快速翻译 一人提前准备好 写春联的红纸 摆好方正书写 然后方正从这边写到那边 忙的是不亦乐乎 很快一百多份全部写完 村民 书法协会的成员 看着手里的字 一个个都乐得开了花了 如此好字 毕生难求 知乎 转大发了 方正写的那也是畅汗淋漓 哇 舒服 心头感叹道 果然呐 这写字啊 还得用笔墨指研 在雪上写字 总是感觉少了点什么 写完对联 众人是兴高采烈的告辞了 眼看就要中午了 都要回家准备做饭了 方正将众人送走 一扭头 发现还有人没走 门口 欧阳风华停停玉立 看着方正 方正上前道 阿弥陀佛 施主 还有问题吗 法师 是这样的 我父亲让我给您带个话 如果寺院要扩建 我们家愿意帮忙 欧阳风华道 方正愕然 没想到竟然还有意外之喜 不过方正脸上 却依然保持微笑 双手合十道 多谢施主 美意 好了 那我老爸的事情说完了 说说我的事情吧 欧阳风华 眸子一转 笑道 方正纳闷了 这丫头啊 有啥事啊 欧阳风华道 法师啊 我想跟你学书法 那个 可以吗 方正彻底无语了 果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呢 这个扩建寺庙还是有条件的 虽然这个条件并不过分 不过方正还是拒绝了 施主 贫僧一个出嫁人 如何教得了施主 更何况 佛门之地 男女相处并不合适 施主若是没有别的事情 还请下山吧 那你说欧阳风华美吗 方正的答案肯定啊 那灵动活泼漂亮 但是越漂亮 方正越是要拒绝 能看不能吃 这才是真受罪 他可不想给自己找罪受 更何况 寺院也的确不适合住女人 整个寺院就他一个人 孤了个男 寡了个女的 麻烦事也多 欧阳风华没想到 方正拒绝的这么干脆 而且抬腿就走 回头的意思都没有 顿时急了 叫道 法师 那我可以住山下呀 每天上山学习还不行吗 保证 我绝对不会打扰你的修行 方正挥挥手 根本不为所动 笑话 解释都没解释到关键点上 怎么可能收 大门关闭 欧阳风华气鼓鼓的站在门外 等了半天 确定方正是铁了心的不收他为徒 这才一跨脚 这才一跨脚下山去了 但是他却不知道方正根本就没走 就蹲在门口听外面的动静呢 听到脚步声远去 方正趴在墙头上露出了一个光头 看着欧阳风华的千细背影 微微摇头 宣了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贫僧的定力 还是不错的嘛 说完 方正呵呵一笑 该干嘛干嘛去了 至于欧阳风华的事情 方正根本就没有放在心里 男女之事 方正 根本就不想 山下松武县 书法家们都没有回家 而是立刻找到了装表公司 将方正写的对联给表了起来 然后挂在了礼物的门上 老头子呀 这是在哪弄的古董啊 不会是被骗了吧 正在洗菜的孙冠英的妻子罗平 见孙冠英回来之后 就鼓到这两幅对联 笑着问道 什么古董啊 今天我是求字了 真是好字啊 百看不厌 孙冠英美滋滋的 看着自家门上的字 啊 今天求的呀 你还求字 嘿 这可稀罕了 你不是一向自事清高 认为你的字 已经是最好的了吗 咋改姓了 多平说完 走进书房 看向文字 哎呀 老头子呀 这字咋真漂亮呢 只是看了看 我烦乱的心就平静了不少 好像里面有佛似的 你不会是从哪家佛院里 寺院那儿求来的吧 罗平惊呼道 孙冠英笑道 年纪大了 行啊 你都能一眼 看出这是出自寺院高僧之首 文化涵养 跟得上去吗 年纪大了 就别笑了 孙冠英嘴上打着哈哈 心中却是震惊无比 字能透出书写者的一些信息 这很正常 但是能够让一个不懂字的人 看出里面的韵味 那就太不凡了 孙冠英想到此 心中也有了一个算盘 明年 或许 这一幕同样发生在其他书法家的家中 一个个如同宝贝似的将字给挂了起来 自然引人注目 来的宾客亲朋好友看过之后 纷纷称赞 一个个的赚足了面子 同时心中都对方正也是肃然起敬 这才十几岁就有如此功底 若是假以时日 哎呀 我们三五线要出大家了 这是所有人心中的感慨 同时对自己之前的那种言行 脸红不已 当大家都在晒春联的时候 微信群也炸锅了 无数人讨论着方正写的春联 只不过内容竟然没人聊 全是在聊字 书法家们也没藏着掖着 纷纷将方正和一纸庙推了出来 一时间一纸庙名气大增 第二天更是上了地方新闻 可惜地方新闻收视率太低 不过名气也随着提升了不少 而此时此刻的方正正蹲在地上 认认真真的做他的冰灯呢 闲来无事 闲着也是闲着做点冰灯 做点冰灯将整个寺院都点缀起来 成了他现在的首要任务 接下来的几天方正一口气做了许多大冰灯 每天做一些 从寺庙门口开始 每隔一段距离就弄一个大雪人 雪人脑袋上放了一个大冰灯 一路放到上山的山口处当路灯用了 眼看就要过年了 村长王又贵上了一次 看到方正弄了这么多冰灯 第二天让杨平送来了一大捆蜡烛 完全够方正挥霍了 这可把方正乐坏了 又做了许多冰灯 在空旷处摆起了冰灯大阵 年来的特别快 一年一度的春节 随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方正终于将所有的冰灯都点上了蜡烛 将山头都给点亮了 远远看去 仿佛一只山上有佛光闪耀一般 显得格外的beautiful 嗖的一声 一声尖锐声响起 啪一朵烟花在天空中绽放 代表着半夜的到来 方正看着天空中的烟花 掏出了手机 自娱自乐的拍了一张自拍 结果后背一紧 小松鼠爬了上来 对着镜头摆出了一个呲牙咧嘴 我很凶狠的表情 本集播讲完毕 第119章 大师爷卖萌 方正顿时乐了 手一抖 咔 拍了一张 方正看看效果 竟然出奇的好 继续拍 小松鼠似乎也知道方正在干什么 这一次拉着方正的耳朵 张大了嘴 一副 要咬些些那个样子 看着小松鼠的表情还挺凶的 方正直接发了一个朋友圈 发了一段文字 哎哟 被一只凶狠的松鼠欺负了 耳朵要不保 求救啊 也就是随手一发 也没指望谁能给他回复 毕竟他的朋友圈太小了 只有赵大同 胡涵 方云静 马娟四个人 不过此时此刻 正在家准备出去放炮的马娟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朋友圈 刚好看到方正这张图片 马娟顿时就乐了 没想到这个大师还有这么萌的一面 至于那松鼠 他可不担心 大师可是能降服恶狼的人 会搞不定一只松鼠 马娟立刻评论道 大师 你的耳朵不薄了 过年我再送你一个助听器 方正也乐了 给小家伙拍了一张特写 小家伙趴在独狼的头顶上 盖着独狼银色的毛发 一脸舒服的表情 马娟看到这张照片 顿时就被逗乐了 马上回复道 哇 这小家伙好可爱呀 独狼越来越帅气了 大师 有没有其他的图片呢 求美美的照片 而与此同时 在东北的某个乡村里 胡涵正带着一大群孩子 拎着灯笼 在村子里四处疯跑呢 偶尔对着某户人家扔两个炮上 吓着吓着 就吓着给人吓跑了 炮上啥呀 就爆竹 玩的是不亦乐乎 抽空看了一眼手机 刚好看到方正连续发了两个朋友圈内容 一下子就被那小松鼠的聪明给逗乐了 回复道 大师 求多更照片啊 这松鼠要成精啊 好可爱呀 然后胡涵还专门碍他了一下方云静和赵大同 大学云静啊 大同 你们来看看 大师卖萌呢 勾挨了是龙水区临江小区内 赵大同正站在桌子边 一手捣着蒜汁 一手拿着筷子 明明已经撑得快吃不下了 依旧大口大口的往嘴里塞饺子 边上几个比赵大同小的孩子也是狂吃 仿佛一辈子都没有吃过饺子似的 就在这时 一个小丫头狂笑了起来 从嘴里取出了一颗金灿灿的五毛钱硬币 大笑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今年我要发财了 你个小丫头骗子 裤裆你柴缝上 你发什么柴呀 浪费一个钱币 不对 还有一个呢 我得加油了 赵大同训斥了一句后 继续开吃 其他小家伙也是跟着开动马力 赵大同一边吃 一边在心里嘀咕着 我就不信了 好歹我也是上过大学大学生 今天的财运还不如这几个小东西 说话节 边上一个比赵大同小几岁的大男孩吆喝了一声 大家清楚的听到牙齿撞在了金属上面的声音 随后男孩痛苦并且快乐着 从嘴里拿出了一枚五毛钱硬币 赵大同等人见词 集体扔筷子 躺那不动了 一个个摸着肚皮 死活不愿意动他了 同时各种抱怨声不断 伴随着大人们的笑声 春节联欢晚会 那笑声都乱成一片了 赵大同闲下来 摸过手机一看 刚好看到胡涵爱他 再看看方正发的图 立刻就笑了 大师 再来两张 要各种蒙造 而方云镜没有赵大同那么疯 一家人安静的坐在家里 看着春节联欢晚会 家里还有亲戚在 一群孩子在地上乱跑 方云镜偶尔带的小孩子 倒也是其乐融融 更多的时候 方云镜还是喜欢看看手机 打发时间 这个时间段的节目 他不大喜欢 看到方正的图片 方云镜眼前一亮 立刻转发 然后道 大师 还有更好玩的图片没 大半夜的好困呢 不过要熬年 需要图片提神 方正看了四人 追着自己要照片 空虚寂寞冷的心 立刻就被填满了 笑呵呵的 将之前自己拍的一些照片 发了上去 其中有小松鼠的窝 还给他写了对联 看到小松鼠的窝 赵大同直接笑抽了 大师 这是松鼠窝吗 这不分明是一个花盆吗 你这技术含量也太低了吧 小富婆马上到 小富婆是谁呀 小富婆不是麻娟吗 太可怜了 大师 你这不是虐待动物吗 小松鼠的窝也太差了 回头我给他优地一个好的去 方正老脸一红 回道 贫僧这山上没有斧头什么的 也做不出来什么精细的东西 这花盆已经是极限了 至少这小家伙还挺喜欢的 结果换来了一群 哈哈哈哈 方云静和胡涵关注的 则是上面的字 方云静惊讶无比的道 大师 这对联是你从哪里买的 方正道 我自己写的 怎么了 方云静一听 惊呼道 大师写的 云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呢 边上 方云静的母亲 方秋训之道 方云静涂了土石个头 然后献宝似的将方正的文字凑了过去 老妈 你看看 这字怎么样 方秋眉头一皱 道 你这小丫头 搞什么鬼 不会是你写的字吧 不要太丑 哎呀 我知道老妈是大书法家 你帮我看看嘛 方云静撒娇道 方秋立刻投降 拿过手机一看 原本的笑容顿时就僵住了 直勾勾地盯着上面的字 方云静见落秋如此 也没干扰他 半晌 方秋长长地吐了口气 道 哎 这是谁写的字啊 你认识写字的大师吗 老妈 你这语气有点吓人呢 这字怎么了 方云静问 这次啊 这次写的太好了 我看过那么多书法家的字 这个当之无愧的第一啊 方秋赞叹道 这么厉害 哇 方云静捂着小嘴 不敢相信的道 当然了 别忘了 我可是书法评论家 当过好几次省级大赛的裁判呢 方秋突然来了个撒娇 随后问道 好了 别插个话题 你认识写字的大师是谁吗 方云静道 认识啊 就是在一纸村 一纸山上的一纸庙 这是那个方正大师写的字 方正大师 一纸山 方秋搜遍了记忆 貌似也没有这个地方啊 不过还是道 算了 能开春的 我们去看看 我也拜访下这书法大师 方云静文言 嘖嘖称奇 方正的字 这么厉害吗 虽然他也觉得挺厉害的 本集播讲完毕 预知后事如何 明天再说 YouTube频道 看着这些人给他留言 有些无语了 他这么帅气的和尚 难道只有萌照吗 就没人求两张帅气的照片吗 真是没品位 没内涵 然后方正比了一个剪刀手 眨了眨眼睛 拍了张萌照 发了过去 顿时 顿时引来一片笑声 方正在江山上的冰灯照片发了过去 哇 好美呀 哎呀 哎呀 天呐 大师啊 这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弄的吗 不是 这都是你自己弄的吗 这是水晶宫吗 长没长交啊 方正无语了 方正的这些照片再次被四人转发 引来了一片惊叹声 各种询问 当知道是一纸山后 一个个都滚去查地图了 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地方 看了看路程 集体放弃了 不过一纸庙的名声 却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宣传了一把 方正玩闹了一会儿就下线了 寺庙也要过年的 可不仅仅是贴队帘冰灯 方正来到佛堂 爬到最高处 将佛堂上的油灯点燃 这油灯只有在重大节日的时候才会点燃 平时方正可舍不得点 灯油柜呀 然后方正去后院 拿出了一个青铜座的莲花灯座 放到佛堂佛像前摆好 然后拿出了一根蜡烛点上 这里不用油灯 只用蜡烛 里面有两种含义 一个是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提醒修行人要时刻想到为度众生而刻苦修行 不能堕落 二是有如此灯能破坏黑暗 二是有如此灯能破坏黑暗一样 佛菩萨智慧能破烦恼 修行人要深入精脏 学习佛菩萨的智慧 以度众生 方正盘腿坐在灯前念起了起伏经文 经文还没有念完 外面独狼的叫声就响了起来 不过方正没有理会 寺庙这么小 这么穷 应该没人上山抢劫才对 就算有 过得了独狼那一关吗 独狼 站在寺庙里这么久 日夜吃精米 喝的是无根净水 体质早就大大提升了 若是回到山林中去 抢狼王宝座 那是亲而欲举 一头狼王 还是鬼境开了灵智的狼王 岂能是一般人能打得过 岂能是一帮狼能打得过呢 独狼也不会随意伤人 所以方正无比宽心 安心念经 方正安心了 有人不安心了 陈姐 此话当真 雾鸣听到了电话那边的话 差点就吼了起来 此话当真呢 那些人也不知道受了什么蛊惑 集体 竟然 反正就是上一只山抢箱去了 雾鸣大师 这次你管不管啊 陈金现在很不满方正 一看到村民要上山抢投降 立刻给雾鸣打了小报告了 雾鸣一听 顿时火了 雾鸣和他们红岩寺抢香火也就算了 今天还跟他们抢投降 这一只庙是要诚心跟他们红岩寺对着干呢 不过雾鸣生气也没用 人家去哪他能管得着吗 可是雾鸣转念一想 一个小和尚何德何能能让大家供奉 这里八成有猫腿 腊八节的时候他掉坑里了 现在没上来 红岩大师找他说话的次数都少了 他正急着表现呢 所以雾鸣二话不说 直接去了山门 骑上了摩托车 一路冲到了一只山下 陈金早就在这等着了 雾鸣一下车就问 情况如何呀 都上山了 现在追还来得及呀 陈金到 雾鸣点点头 和陈金快步上山 去追村民去了 至于追上怎么说 雾鸣也没想好 干脆上去看看 见机行事 总之 方正不让他过好年 他也不打算让方正安分了 雾鸣平日里没少锻炼 上山自然不在话下 而村民们有老有少 你一个个说说笑笑 走得并不快 很快便被雾鸣追上了 雾鸣法师 你怎么来了 走到后面的杨鸣 看到雾鸣惊讶地问道 雾鸣擦了擦额头的汗 双手合十 宣了一句佛号 然后一脸悲天悯人 温和善良的模样道 杨施主 好久不见了 的确有很久了 雾鸣法师 您这是 杨平是会计 精通人形事故 看到雾鸣 再看看陈金 心头叫糟 这时怕要出事啊 于是赶紧问雾鸣的来意 雾鸣呵呵的笑道 没事啊 只是最近听闻一纸妙 发生了许多的事情 当年一纸禅师和家师 颇有交情 特意过来看看 嘴上这么说 心里却不是滋味 以前杨平都喊 他叫雾鸣大师 今天却喊法师 总觉得矮了一头 心里不舒服 虽然雾鸣也知道 大师不是谁都能用的 但是虚荣心强的他 还是希望 这些人在他眼中 能喊他大师 哦 原来如此啊 雾鸣法师 村长在前面呢 我带你过去 杨平道 雾鸣点点头 也好啊 有劳施主了 杨平让自家的老婆孩子慢点走 自己则带着雾鸣上去了 陈金则跟在后面 一直一言不发 雾鸣法师 你怎么来了 王又贵看到雾鸣 眉头紧锁 雾鸣是红颜寺的一个异类 红颜禅师等人几乎很少下山 但是雾鸣却经常下山 四处拜访各村村长 既什么的 每当有寺庙有活动 他都跑过来说一声 总是有理由让大家 给他卖个面子 帮忙宣传 但是在王又贵眼里 雾鸣不像是个和尚 更像是一个商人 不过这话他不能说 毕竟雾鸣也没干过什么大坏事 只是宣传自家的寺庙 倒也说的过去 王施主 你们连夜上山 这是去哪儿啊 雾鸣没有答 而是明知顾问的问道 眼看过年了 大家都想抢个头香 祈福明年风调雨顺 所以就一起上山了 王又贵道 这样啊 山路难走 老人孩子都有 也没个灯 未免太危险了吧 雾鸣立刻道 王又贵笑道 那依无名法师的意思呢 无名笑而不语 身后的沉浸道 要是我说呀 一子三三路抖 抖的都不行了 不适合半夜上去 不如退下去 时间还来得及 一起去红颜四得了 那里路好走 还通车 王又贵瞪了一眼 那胳膊肘往外轨的玩意 倒 还是算了吧 孙子里也没有几个大车 大家要是过去 还得骑摩托车 这大冷天的 不适合 而且那么远的路 又是老人孩子的 也容易出岔子 杨平也道 是啊 都走一半了 哪有退出去的道理啊 陈建 你要是觉得红颜四方便 你就跟着过去好了 反正你家有小车 对吧 去也方便 本集播讲完毕